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能够用这样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甚至疫情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到现场 但是依然想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从现实到梦想之间 小六个人的一些看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人生陷入困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意识到自己陷入困境了呢 三十岁之前的人生我已经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三十岁那年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天早上我去早餐餐去买包子 然后就看到菜包子一块二 肉包子一块五 然后我就开始站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省这三毛钱呢 要不要少吃一点肉呢 当我在纠结这三毛钱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困住这种状态已经很久了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工作了快十年的时间了 在一个三线的城市做程序员 工资不高也不低 然后交往房租交往房贷 每个月就是几百块钱 对于未来我和很多人一样 没有能力 没有机会 也没有想法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的线下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很新鲜很好玩的想法 原来一群人可以这样去读书 原来毕业之后的学习可以这么有用 所以从那之后呢 我就想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每个周末都会去坐高铁 去旁边的城市参加学习 因为我发现我居然可以靠学习 让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想在工作和项目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想要升职加薪 想那就去做吧 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人在三线城市 但是每个周五我都会特别期待下班 因为周六周天的时候 我就又有一次机会可以跑到一二线城市去参加学习了 所以那个时候周末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用来学习 然后工作日的时候呢 把学到的东西用在我的工作当中 就这样用了快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首先我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变成了一个团队的小主管 后来呢我又当上了部门经理 到后来又当上了上市公司的部门总监 而在下班后的时间呢 我开始在网上去写文章 去分享我如何学习 如何工作 把我的那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想法 在网上去分享出来 这些文字后来在网络上被很多的伙伴看到 然后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做分享 去写文章 去做课程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用这种方式开启了一种全然的人生 2017年我离开了那座三线的小城市 我完成了从一个小镇青年到一线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月签 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面呢 我和几万名想要改变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交流 去帮助他们完成挑战去改变自己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小六改变很难吗 脱离困境容易吗 今天呢我想把我过去十多年 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我过去五年辅导别人的这些经历 浓缩成七个关键要素分享给你 希望对于你脱离困境去实现目标的困境当中 能够有所帮助 那第一个建议呢是追捕知识 其实实现改变的第一个技巧就是去充实你的大脑 补充知识 很多的困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认知的一种局限性 所以打破认知的局限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去做 我自己每次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就会去借着这个问题的关键词去搜索相关的书籍来进行阅读 比如说当我失恋的时候我就会看这本书 我们为什么会分手 我会去研究为什么相爱会这么难 我会去看爱情心理学 看完了之后觉得明白了大概之后 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 就看了好的孤独 那比如说我后来想要去每天早起一到两个小时去学习的时候 我怎么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时间呢 我看了四点钟起床 比如说后来我当上了团队的小领导 我怎么去管理我身边的这群伙伴呢 我就会去看不懂团队你也会干到死 到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当一个爸爸的时候 我就去看怀孕这件大事之类的书籍 这个世界永远有你要面对新的角色和挑战 当你不知道怎么去办的时候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追捕知识 让自己知道说原来还可以这样 第二个建议是锻炼技能 知识是不会让你发生改变的 能够让你带来改变的只有掌握新的技能点 所以当你期待自己脱离困境的时候 你问问自己我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 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可以对我这个目标有所帮助 比如我还是一个程序员的时候 我会思考怎么样让我的收入变得更多呢 通过阅读我发现了我可以提升我的沟通能力 项目管理的能力产品设计的能力 这样的话这些能力会让我在我的团队当中 可以获得更多的表现的机会 再比如当我在做培训师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我想要赚更多 我就必须学会一些新的技能 比如说学会做直播 学会做短视频 练习我的发音 学习如何做课程的游戏化 你发现了 当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你要给自己列一个技能清单 这是第二点我们说的培养你的技能 第三点我认为是调整你的心态 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的焦虑来自于心态的失衡 当能力还不够让你达成你的目标的时候 当你怎么努力依然没有结果的时候 当身边的人质疑你怀疑你的时候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这些都是心态上你要去面对的事情 我在来到深圳之后 有一段时间遇到了事业的瓶颈期 几乎事业陷入了停滞 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我能够熬过去 于是为了让自己防止心态崩掉 我开始去打磨我的心态 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做三件事情 一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读一本书 并且要输出一份读书笔记 用来打磨我的大脑 我要求自己每天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 用来磨练我的身体 我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要打领带上班 因为这样的话我看上去就精神一点 当你对结果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试掌控你的心态 只有你自己瞧不起你自己 别人才会帮助你 第四点我认为是养成习惯 如果实现梦想只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 你的习惯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 就是用新的习惯重新去定义你自己 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要做什么 我每天是要做什么 可以让自己能够更靠近这个目标呢 每天固定预留一个时间 让自己去做好那件事情 比如说我想要出版自己的人生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五百个字 我后来想要成为一个阅读推广者的时候 我就会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要读一本书 当我想要成为一个手绘达人的时候 我设计的习惯就是 我必须要用纸和笔随时随地的思考 去记录灵感去表达我的想法 第五个是跳出圈子 人是社会动物 也有人说你的收入水平和你的认知水平 是由你的朋友圈来决定的 所以想要脱离困境 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还在三线城市的时候 身边的同事对我周末参加学习这件事情很不能理解 他们就说 小六你就跟着我们去烧烤不行吗 跟着我们去钓鱼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呢 你想干什么 那个时候在线学习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必须要设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圈 我设计了一个两小时的高铁学习圈 每个周末的清晨我就会去赶第一班的公交车到达高铁站 然后坐两个小时的高铁之后 下了高铁再坐公交车再到现场 下午活动结束之后 我要坐最后一班高铁 在深夜的时候才能赶回我那个三线小城去 这么折腾为什么呢 只有我自己知道 想要改变 想要成一个全新的自己 就一定要试试换一个圈子 那到后来我通过写文章 通过写些内容分享赚到了一些钱 那我就把两小时的高铁圈变成了两小时的飞机圈 那这样的话我周末的时候就可以飞到深圳 广州 北京 成都 这些更远的城市了 我们很容易被圈子影响的 所以当你尝试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需要换一个圈子 让它有更大的推动力 让你去改变你自己 第六个是经历 我听过很多的小伙伴在面对学习 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没有时间 但是你发现了吗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都是24个小时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有时间 有的人却没有呢 既然时间相同 那些能高产能高效的原因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懂得牺牲 第二懂得重复利用 懂得牺牲的意思就是 你把原来做某一件事情的时间把它砍掉 腾出来去尝试做这个新的事情 比如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睡觉 那我那个时候为了能让自己每一天在工作之余 有时间去阅读和写作 我就只能牺牲我的睡眠时间 每天早上早一点起来 五点半就起床 然后开始坐在书桌前 开始去学习两个小时 那这样到七点半结束的时候 我就可以正常的去到公司上班 第二个是学会重复利用 所谓的重复利用就是同样的一份时间 你有没有可能就产出多样的结果 比如说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我一般会要求自己 如果这本书特别好的话 会产出很多份的内容 比如说产出一份读书PPT 做一次直播分享 拍一条短视频 做一个一周的共读会 甚至做一场线下的工作坊 一份时间产出了多份的结果 第七个是表达 表达其实就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让别人知道你在改变 怎么让别人知道你在改变呢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分享 我那个时候还是程序员的时候 为了锻炼自己的讲课能力 我就去主动的找公司HR 主动的去申请 去给公司的同事们 去做一些分享的课程 当时为了打消公司的顾虑 我还特别强调 我不要钱 但是我要照片 为什么要这个照片呢 因为这个照片 我可以拿到我的朋友圈 拿到我的微博上去分享 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网络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能够做企业培训 这样的话我就拥有更多的机会 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给你的 改变自己的七个要素 知识 技能 心态 习惯 圈子 经历和表达 把这七个要素 结合着你的现状和期待 它就是一张九宫格 一旦你理解了这七个要素 那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你就可以组合这些要素 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 比如 三十岁之前 我的人生是 如何让自己赚的多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会特别在意去追捕知识 去提升我的技能 去改变我的环境 去提升我的表达能力 三十岁 三十五岁的这段时间 我在深圳创业 我的人生目标是 如何让自己再赚更多的同时 心态还不至于崩掉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关注 怎么样去自己的心态稳定 怎么样提升我的技能 怎么样让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而三十五岁之后 我的人生目标是 如何去帮助更多的人赚更多 同时心态还不至于崩溃 我会去关注 勾勾造一个圈子 我会去帮助他们养成习惯 我会去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心态 如果不花时间 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那你就会被迫去花更多的时间 去应对你不想要的生活 基于现实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望今天七个要素能够帮助到你 愿每一个人都能买这些包子 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